现代人总是把自己的怨气 喜欢发泄到别人身上 台长要讲个笑话给大家听 就一个法官正在开庭 他呢 看着这个被告 突然之间呢 他就跟他说了 我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你啊 好像有些眼熟嘛 这个被告满怀希望地说 是的 法官 你忘了 在二十一年前 是我介绍你的夫人跟你认识的法官 一想到自己的夫人 天天在家里跟她吵架闹 一生去 我判你二十年又去徒刑 不学佛 你会一味地记恨记仇 学佛人心胸宽大 海纳百川 学习大海 永远是心胸最大的 但是处以最低处 我们要让慈悲的爱吹进你的心 相信一定会让你解脱烦恼 你们记得 台长在 二号 就是前天 跟你们讲个 看人有九个官吗 对不对啊 我今天呢 又想跟你们讲 一点看人的方法 你们愿意不愿意听 不过呢 我不能讲得太长 因为还有很多的佛友要问问题 很精彩 所以呢 台长 简单地跟大家讲一讲 学佛要学会看人 因为在末法时期 好人坏人分不清了 所以你要学会看人 我教你们几个方法 教你们几招 好好的能够辨别正邪 我们学佛人要从中华文化当中 去寻找渊源 懂得观善缘就能结善缘 所以今天跟大家开讲 诗人八观 师父看见你们这些弟子很开心啊 你们都知道了 师父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哎呀 看看你们这些弟子学佛了 想想 观世音福山妈妈 你看这个世界上 又有这么多人学佛了 如果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学佛 那哪有争斗啊 慈悲吧 诗人八观的第一观 就是通则观其所理 通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人发达了 叫通则 这个人巴达了 观其所理 你要看他 这个人巴达之后 他是不是还谦虚谨慎 彬彬有礼 遵守规则 你看这个人 巴财了 他还是跟你很好 嗯 这是个好人 听得懂吗 第二则 贵则观其所尽 贵就是一个人地位高了 你要看他 推荐什么人 他提拔什么样的人 他这个人 就是什么样的人 台长现在很好 我推荐你们学博 让你们越来越好 那么你们怎么样的善良人 那么台长就是什么样的善良人 这一招很厉害吧 如果他现在很有地位了 他经常去找那些下三滥的人 那么这个人一定自己也是下三滥 听得懂了吗 啊 这第二则 第三则 负则观其所养 负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有钱了 你要看他怎么花钱 这个人有钱了 第一 你要看他给谁花 花在什么地方 人穷的时候 如果节俭他不乱花钱 那么说明这个人很好 如果人步了之后 这个人还是能够节俭 那这个人就是高品德的 高道德的一个人 所以很多人有钱了 哎呀呀乱花乱花 哎呀无所谓 这个人我告诉你 以后不会对你很好的 听得懂了吗 教你们啊 师父你们白教的 还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 第四 听者 听啊 听者观其所行 什么意思呢 听完一个人的话 你要去看他 是不是那样去做了 这个人说好 包在我身上 你要看 他是不是真的去做了 不怕说不到 就怕他说的做不到 所以这个人只要说了 你记住 如果他这件事情的说了 他帮你做到了 你相信他 他下一次还会帮你做到 厉害吧 要学吧 搞都搞不清楚你们 你们这些弟子我怎么办 高高低低都有 第五 只则观其所好 子是什么 通过一个人的爱好 你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质 如果这个人爱好打麻将 这个人喜欢本质赌博 这个人喜欢拼命的吃 说明这个人染多 听得懂吗 这个人喜欢骗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人 如果爱好很重要啊 他爱好什么 你就能够看出这个人 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你说好人 像卢台长这种 我会爱好什么 爱好学博念经啊 对不对啊 如果我去爱好不好的东西 你说这是卢台长吗 听得懂了吗 所以学博人不能有不好的爱好 我喜欢喝酒 我喜欢到无常里面去 我喜欢蹦叉叉 那你以后就到地府里面去蹦叉叉吧 第六 酒就是很久了 时间长了 则观其所言 第一次跟一个人见面的时候 他说的话不算什么 你要看他和他相处久了 你再听听他跟你说什么 是不是跟当初的一样 跟当初的差别越大 这个人品就越差 师父没有白叫吧 你们叫师父没白叫吧 第七 穷者观其所不受 这是中华的传统文化呀 所以你们看看我们的古代的那些贤达 孔老夫子 多有智慧呀 那么早就以后 看人都看了这么透彻 我们现在这么多人为什么会上当啊 没有智慧 还有贪心啊 怎么能不上别人当啊 穷者观其所不受 什么意思 就是人穷 没有关系 但是穷人 我再穷 我不占人家的小便宜 我不要你的过分的东西 这种人本质就是一个好人 可以跟他教 第八 贱则观其所不为 就是贱 就是人的地位 卑贱 第一 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人 有国气 不卑 不亢 有自己的尊严 这种人 本质就是一个好人 好好看人吧 你们 台长 不能再占时间了 已经多讲了15分钟了 台长是准备了很多 我是很喜欢跟你们聊的 但是呢 实在有一个笑话 准备好了 不讲给你们听 觉得对不起你们 憋得难受 什么笑话呢 有一个老夫妻两个人 这个每天早上呢 老头子呢 把假牙拿出来 假牙拿出来 喜欢呢 倒一杯清水 自来水 倒完之后呢 把牙放在上面 弄一弄 带上去 上班去了 每天这样 水嘛 也放在那里 就出门散步去了 中午呢 这种老夫妻 还会看到 他老婆发的微信啊 朋友圈 发微信啊 朋友圈 居然他老婆 发了这么一条微信 说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 每天早上 起来 喝着我老头子 为我放在床头的 一杯白开水 你们说 这么笑话 你让我憋着 我不难受 好好的修啊 大家要记住 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学博 不管别人懈怠 别人放弃 我们就要努力奋斗 看不到光明 见不到希望 也要继续努力 因为光明和希望 永远是存在的 只要你精进修行 你一定会 拨开云雾 见佛陀 谢谢大家 大家开心吗 像不像在天上啊